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艺人共舞参赛艺人有许佳玲、Terry、林若雅、郭艳甫、郭靖、陈汉典、王思萍、蔡诗云、赖胜恩、艾莎、叶伟婷以及蝴蝶姐姐 十一组艺人与十一组舞团破天荒首度合作 在彼此完全不熟悉的状况下 面对接踵而来的彩排练习 会有什么不可预期的状况等待他们呢 面对时间的紧迫耐力的考验 艺人与舞团都承受着莫大的压力 在魔鬼般的训练之下 艺人们的精神与体力瀕临崩溃边缘 艺人与舞团合作赛 即使练习过程百般困难 但是所有参赛者团体都拿出无比的耐力与毅力 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练习 就为了能在舞台上呈现最精湛的表演 而参赛的艺人们更拿出必胜的决心 展现互不相让的气势 他们在赛前对敌手大胆放话呛瞎 誓言必夺下冠军 我不跟别人比赛 我只跟我自己比赛 今天只是来小跳一下 因为应该是稳赢的 什么时候成功了你 速速夹 面对即将到来的比赛 战火似乎一触即发 艺人们为了能替舞团争取到亮眼成绩 各个绷紧神经专注练习 他们地下的汗水能换来胜利的喜悦吗 艺人与舞团间能否紧密合作 展现极佳默契 秀出精湛舞技 呈现无与伦比的完美演出呢 最残酷的战火即将点燃 艺人与舞团合作赛马上开战 哇 今天真的是太精彩了 我们今天呢 有十一组超强的队伍 要與藝人共舞 是的 今天的與藝人共舞這個單元不淘汰 因為我們是獎金爭奪戰 對 今天獲得最高分的隊伍可以獲得4萬元高額的獎金 以現在這個經濟不景氣的狀況 很少製作單位願意花巨資4萬一集就 對 另外還有一個更感人的部分 因為我們通常都是前三名才可以獲得獎金 前五現在就有4萬了 不是前五啦 就是我們今天特別增設了一個獎項 最佳進步獎會獲得2萬元獎金 進步幅度看得到的話直接2萬塊 真的 今天評審就是要壓得住場面了 因為我們坐在右手邊這邊 右外野的 每個都是咖 他們今天已經推掉 據說很多推掉通告 然後就是要為了專心練舞 而且不只是推掉一天的通告 推掉好幾天的通告才能練舞 聽說有一個姓郭的藝人太緊張 太緊張的關係 整個禮拜不接通告 連飯都不想吃了 你有這麼誇張嗎 漢典 你今天的心情怎麼樣 對 非常緊張啊 其實現在 因為剛剛彩排的時候都還好 都不是很緊張 就坐到這個區塊的時候 不知道手汗就出來了 就整個 整個你知道 身體都燙起來了 燙起來喔 對 真的會緊張喔 不過緊張歸緊張 我想請問你今天啊 既然都要跟他們一起參加比賽 你有沒有眼中釘 你覺得假想敵是誰 其實我 我跟你們講 就是說其實 我講這句話的時候 其實可能講完之後 大家會罵我 就是說這個太老套了 但是其實眼中釘 其實 其實我今天沒有把它當成是一個比賽 果然老套 果然老套對不對 但是我還是要講 我把它 我把它當成是一個表演 一定要講出來一個 不然我們就拿棍子打你 郭彥甫 就是他了 就是郭彥甫 我今天是大家眼中釘好不好 我的最大敵人才是我自己 而且 對啊 聽說 剛剛我講的郭姓藝人 就是這一位 我現在包尿布 你們知道嗎 坐在這個位置是很可怕的 聽說為了這個 我們節目也一個禮拜 沒有辦法好好睡覺 是不是這樣 我差不多有三天的時間沒有睡好 然後 因為我這幾天睡覺 我裸睡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我睡到一半我會夢到我在跳舞 你知道嗎 然後就起來再走一遍 然後一直走到OK為止才 然後才睡覺 那為什麼要裸睡呢 因為這樣比較涼啊 但還有回鍋的喔 本來他就是這個團體 那後來他翅膀硬了 出去自己單飛 郭靖 是我嗎 就是你 你今天回來幫你的隊友嗎 對 幫他們 可是我真的反而壓力更大 就是練一些更難的東西 反而讓我真的太懼怕了 對 就是完全難度就提高了 是 相信大家都蠻緊張 再次給他們掌聲鼓勵一下 本週評審有演藝圈唱跳聚家的 真名藝人杜德偉 許多天王天后指定變派舞蹈老師張聖峰 擅長訓練開發藝人肢體的舞蹈老師Kymiko 有國標舞界性感天后之稱的舞蹈老師劉真 以及台灣演藝圈最資深代表的動感歌姬比例 本週比賽規則 參賽隊伍將與藝人共同演出 表演區在兩分半內完成 分數最高舞團可獲得獎金四萬元 進步隊伍得獎金兩萬元 第一組是來自台北的Maniac 在比賽前戲 Maniac竟然發生突發狀況 後面這首歌我們再想一下一下 然後主題就是父親和建議事件的男人 OK 好 主題要講得很明白 那個 就是 我有話要說 妳有新的意見嗎 沒有啦 因為我有內心話要說 就是 這一陣子就是 掙扎很久 然後 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人生的旅途上有很多路要走 不是 嗯 哎唷 幹嘛 妳要說什麼 不是啦 媽呀 就是 我很難過再繼續比賽 在與藝人合作賽彩排潛系 團員小莉因為經濟壓力因素 無法繼續參與比賽 讓其他團員感到相當不捨於難過 而同時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賴慎恩 星光三班舞王賴慎恩 就是這次 MANIAC將要合作的藝人 在初次見面前 賴慎恩先利用時間看了MANIAC以往比賽的畫面 藉此了解MANIAC的舞團風格 賴慎恩在合作之前有什麼評論呢 還滿騷的 然後我想說我之前在星光就是 也常常被說很騷 所以我想說這次可能 如果要很騷的舞的話 我想我應該也會 希望我們可以合作一個很騷的舞 然後希望妳 等下就要跟他們碰面 然後排舞 所以我想說希望我對她 他們的意見和我的意見 都希望可以很合得來 然後也希望 我們合作可以很愉快 看完影片後 賴慎恩隨即前往舞蹈教室 與MANIAC進行第一次碰面 在簡單寒暈後 團長愛媛也向賴慎恩說明這次 與藝人共舞中 希望呈現的表演主題 與排舞構思 你好 你好 我們這次就是希望就是做一個 有點像男女 對唱的 那個戲嘛 然後就有點甜蜜 可是後來就是發現你是傅星漢 然後建議死親的男人 就是我想說讓妳試試看 妳現實中不可能會發生那個事情 然後妳在舞馬當中體驗一下這樣子 因為最近剛好 是我 就是周遭的朋友有 然後所以我就想說讓她有不輕輕 所以妳可以扮好父親看這角色 我試看看好了 那前面是帥 對… 前面帥 但是帥得很像 重點就是傅星漢 重點就是傅星漢 三個字就是 對… 沒想到第一次與Maniac的合作 賴慎恩就必須扮演有別以往的角色 傅星漢 而進行完主題討論後 Maniac隨即展開了初步的舞步教學 並開始編排隊形 經過三小時的練習 Maniac對賴慎恩的舞蹈表現 有什麼評價呢 她很厲害 她很厲害 她技巧 超快 有夠快 比我們還厲害 這也比我們還熟 自己都記不起來了 她這樣還記得起來 什麼東西啊 妳怎麼… 她是舞王耶 真的啊 我覺得是舞王 超強 零物虛弱 真的今天見識到 比賽積極的練習後 Maniac與賴慎恩的首次合作 極為順利 也讓賴慎恩對此次比賽 抱著極大的信心 這次呢 我們的表演呢 就是 應該是沒有對手了吧 好 我們開始驕傲 好 好 就是沒有那個 希望我們可以 打敗所有的福利人 然後 耶 我們不把它放在裡面 希望還是忘了 對啊 是不是 這次我看到那個 那個什麼啊 那個名單嘛 就是 我看過 根本就穩定的嘛 有信心 今天就是來領獎 妳要不要 希望 妳要不要 而且再來 葉瑋瓊啊 葉瑋瓊 要不要不要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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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葉瑋瓊要小心 一樣都黑黑 有信心 有信心 當然 念得不一定會跳舞 Maniac 說話 我們要你了 在信心滿滿之下 賴善恩與Maniac 在彩排當天 仍然不敢怠慢地加緊練習 而他們即將帶來 歌舞兼具的精彩表演 Maniac Baby yeah in the dawn you can see shiny car and then when you meet me there when you i'm always shaking because when the sun shines we shine together told you i'll be here forever said i'll always be afraid so go oh come on stick it out till the end and now it's raining more than ever know that we still have each other you can stay under my umbrella you can stay under my umbrella yeah come back here see how the booty shake like an earthquake so show it to your boys and see the look on all they face i'll move it to the left now move it to the right double time double time eyes showing what they like d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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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on the wall and sh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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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 faces all stunts turn them out one leg up go ahead shake it out go and you got plenty more to show go shake it like a pom pom like a pom pom shake it like a pom pom like a pom pom go yeah I shake let you see the good shit you will be on the right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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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l Lt. Tommy Thompson 很好看 可以說是唱作巨家了 這根本就可以在星光大道有一個PK了 你又唱又跳的 真的 甚至以後你開演唱會的時候 可以跟他們一起表演 我們來問一下 Alex 你覺得他們這套表演如何 我覺得配合得非常好 而且POWER都出來 態度也非常明顯 就是那種女生的憤怒 對於男生劈腿 那種討厭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 因為在舞台上 只有一分半鐘的時間 那可能那個雨傘那個部分 可能會唱會 表演中雖然唱作俱佳 但卻在道具使用上技巧稍嫌不足 舞蹈的那個困難度可以再高一點 那當然因為剛剛有一段唱歌的部分 但我覺得那個互動是OK的 可是就是 因為我有看他是說 表演的動機是想表達出 男生劈腿的感覺 但我剛剛看到舞台上好像是 這邊一個女生 然後這邊三個女生 所以我覺得那個劈腿的這種 感覺上不夠那麼強烈 應該有四個男生真的在搶 搶賴聲音的感覺 我覺得那樣會更 讓這個主題更出來的多一點 但基本上整個舞蹈的整齊度很好 在你們一起跳的時候 要給分了 3 2 1 請給分 總分加起來 是 三十 三十 六分 也不錯 對 其實就平常來講的話是很高分 可是因為我們今天是要突破 你知道所以大家就是要搶那個最高分 但是我個人很喜歡你們的表演 看臉 你現在心情比較放鬆嗎 對 其實我剛才看完之後 我覺得我好像跳錯組了 對不對 我那組全部都是男生的你知道 蠻羨慕的 不要過河拆橋你 而且剛剛觸碰的動作相當多 對 他們默契很好 那整個感情 真的有那種劈腿的感覺 演得不錯 不然你來一下 我來一下是 有辦法搭配剛剛你教他一下 他來當聖 但是我覺得 你就站在中間假裝聖 他們那個很有力我可能做不太出來 沒有他剛剛有一個 勒住他那種感覺 可以教一下聖聖你教一下 可以嘛 這舞蹈的一個切戳 切戳切戳 好不好 剛剛那個動作是怎麼樣 就你們四個女生包圍他自己 先看那個 有一個踏騎的動作 示範的 對 1 2 3 & 4 5 怎麼樣 可以齁 可以嗎 可以嗎 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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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之前 心術要正 OK 要不然是跳不出來 心術不正 絕對跳不出來 我可以閉眼睛嗎 老師 我們帶一下 來 準備音樂 很酷 很酷 1 2 3 & 4 5 6 5 6 欸 說實在 你跳起來有點噁心耶 不是 因為我這個 這種風格不太會 慢點 你跟他們結合之後 我要報警 不是 因為剛剛有兩個 兩趴 一趴是這個嘛 對 然後一趴是在動嘛 我就動啦 不是 你動的真的是 怪怪 這裡有點怪怪 蠕動的幅度太大 我還是回去台灣龍泉風 好 謝謝漢蝶 謝謝 同時也獲得高分啦 再次給他們這一組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謝謝 謝謝MANIAC 我們跳完了 欺負 馬欣儀的石頭放下來了 石頭是哪 剛剛原先跳 對 對 對 恭喜賴神恩與MANIAC獲得三十六分 首次合作的他們 對於自己的演出 是否達到預期的水準呢 開心就是剛剛跳完了 然後 其實我還是有一點點想要出去 所以希望沒有愛到 就是 不會 我現在改名不出來 真的 每間表現都很好 我覺得 算很成功 對 MANIAC大成功 下段節目中 名模凌若雅將徹底崩潰 OK 現在已經完成了 我好像已經完了 我跳不見了 不是我做得吃啊 手腳不靈活的凌若雅 會陷入什麼無法預料的深淤呢 來吧 來吧 接下來是來自台北的 霹凌雅 這次將與他們合作的藝人 就是名模凌若雅 我從小到大 沒有學過任何舞蹈的我來說 我覺得是相當困難的一件事情 而且呢 我自己覺得 從以前一直對舞蹈有障礙 因為我覺得像我們模特兒這種高度 身高 手長腳長的跳起來 變得像蜘蛛 所以 我覺得一定很醜 一定很不好看 所以其實我很怕 這次會拖累他們 但是我會盡力 盡我的最大的努力 希望不要成為那一顆老鼠石 加油 慘妍從未學過舞蹈 也沒有任何舞蹈基礎的林若雅 初次見面的霹凌雅 將會為她設計怎麼樣的舞步呢 對 我們打算就是用你擅長的舞蹈 舞蹈的舞蹈 真的嗎 跳得這麼好 對 可是還是因為 我們合作就是為了要結合 對 還需要跳舞 好 對 可是我們會盡量 就是把一些東西 這樣動作比較好 就像是登場的 然後後來還是會有一點舞蹈 那我想請問妳 以前有學過跳舞嗎 沒有 沒有 我認為舞蹈基礎 有一個空白的舞蹈 真的嗎 真的嗎 好像嗎 你們聽到我沒有學過任何小 沒有捏一把冷淡嗎 不會啊 這樣才有在冷淡 我好擔心我會脫了你們 不會啊 不會啊 你在那邊就夾管了 太驚訝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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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經過一番寒暈之後 霹凌雅立刻帶著林若雅 開始進行暖身 但礙於林若雅 並沒有任何舞蹈基礎 因此對她來說 每個暖身動作都極為困難 即使動作難度不高 卻也讓她痛苦不已 對於這樣的狀況 團長球球會為她設計 什麼專屬舞步呢 其實我的動作 我跟其他人 就是我的整個動作 都是單排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就比較簡單 單排 可以配NNNNN的東西 7 8 1 2 3 4 5 6 7 8 8 5 1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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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在經過多次練習之後 林若雅究竟能不能學會 這最基礎的舞步呢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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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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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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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 好 再一次 五六七八 開開 合 開 謝謝 謝謝 合 一個 我走過來 六七八 好 好 五六七八 開開 合 開 合 五一 五 五 六 六 七 對 好快 OK 簡單 已經完了 練習狀況開始有所進展的林若雅 在經過一整天的練習後 霍克雅對於她的表現又有什麼看法呢 練習真的不錯 就是 對啊 他技武已經算了 很努力在技 所以我們也很感謝他 其實我都沒有記住 不要感謝他 我知道 我知道 不要說他都沒有記住 我都記住 下次 我相信他會更厲害 對 相信他 上台一定是巨星一般的表現 會發光 對 他都告訴你我好怕 我失望 對 我覺得他可能會變老鼠吃 來 結束馬不停蹄的密集訓練後 終於來到了彩排當天 站上舞台的林若雅 似乎仍然沒有記住所有的舞步 而對自己相當沒信心的林若雅 在這次比賽中 能夠克服心理障礙 順利完成表演嗎 接下來 林若雅的表現 將震撼你的視覺目光 只是他們今天這樣編舞就對了 驚喜跟驚豔 手腳不協調的林若雅 將蛻變為舞團的頂尖名模 好 敬請期待 Let's dance 震撼我家林若雅 歡迎 若雅 對 超級模特兒 先來跟我們聊一聊 聊一聊 不結束思惡嗎 謝謝 林若雅請問你現在什麼心情 聽說你不會跳舞是真的嗎 對 不要馬上破功 熙緣你這樣子滅他們威風 我剛剛在洗手間遇到若雅 然後我就說怎麼樣加油 他立刻就說 唉唷 立刻就唉唷出來 完全沒信心嗎 因為我沒有任何的舞蹈弟子 從小到大都沒有學過任何舞蹈 沒有 我必須承認就是我很認真 回去一直在練習 我希望情能捕捉 這跟上其他通告是完全不一樣的心情 完全不一樣 我到現在還在緊張耶 而且我已經 我看從上個禮拜這樣子連續下來 我幾乎每天都練到三十四點 然後做夢 那個腦袋裡面都是那個音樂一直在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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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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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 然後就是 沒有穿過高跟鞋 而且是細跟高跟鞋站在台上跳舞 所以 也是一個大挑戰 跳起舞還有另外一種味道 就是你可以看到 一個是很性感 很漂亮很美麗的洛雅 跳舞的時候就很可愛 沒有舞蹈基礎的林洛雅 在比賽前難掩緊張情緒 絲毫不敢怠慢的她 更是把握時間加緊練習 一個舞步如此認真投入的 林洛雅與 Freaky Clowns 在這一次的表演中將會有什麼 有別以往的經緣演出呢 而且她的表演 她的表演 i just don't know who you are turn the music you've been on I still hear her loud and clear like she's right there in my ear telling me that she wants to own me to control me come clos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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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just can't stop i just can't stop i just can't stop I don't can't stop I don't can't stop I don't can't stop Compulsor E-Roya以及Breaky Glow 我跟你講 這個真的是量身訂做的舞蹈 真的很感動 剛剛那個整個氣勢出來 超級名模的對不對 Billy姐你好想要當中間的這一個 Billy姐如果我們剛剛前面不訪問Roya 你覺得整個舞蹈看起來她是一個不會跳舞的人嗎 不會 反而跳舞對她變成是加分的 真的耶 就是他們今天這樣編舞就對了 有藝人的時候 然後動作簡單 整齊畫一 你就不會亂 而且把Roya美美的就站在那邊 做她的美美的模特兒就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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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妳擔心其實是多慮的 妳表現得很好啊 真的嗎 其實真的要謝謝她們 她們給我很多很多的耐心 因為其實在練習的時候 妳這樣很激動喔 對 妳真的耐心 我覺得我跨過我自己那一步 我跟妳真的跨過 因為妳中間都沒有跳出來 而且氣勢都做出來 我們問一下KIMIKO老師 覺得Roya剛剛表現怎麼樣 我覺得你們讓我看到你們的聰明了 一直以來的比賽 我覺得你們今天真的很聰明 因為其實每個人的情況不一樣 那每一種的表演其實都是在互相學習 那我覺得你們今天很棒 就是你們會試大家的情況和能力 把表演做到一個雙贏的局面 我覺得這很重要 很棒 謝謝 真的就是雙贏了今天 剛剛妳走出來的時候 杜德威老師這邊好像也覺得 喔 怎麼把它塑造成真的是 超級明明的那種感覺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剛剛KIMIKO老師已經 把我心裡面的話全部講出來 對 再要加的就是 驚喜跟驚豔 謝謝 謝謝老師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高的評價喔 分數到底會幾分 評審們請準備 3 2 1 請給分 總分加起來是 謝謝老師 40分 妳沒有抱到她而已 妳都爽了 她的臉剛剛很渴望這樣 妳要特別抱一下她 我對不起 剛剛妳跳過她多 我沒有跳過她 妳跳那個失落 排舞她就等這一刻 就這一刻 40分 不錯耶 很開心 而且 我本來自信一直有心理障礙 因為我一直覺得 身高比較高的女生跳舞不好看 因為我覺得手長腳長的 妳說比例上面有時候很怪 我媽媽 我在家練習 我媽媽都說 妳好像蜘蛛在跳 因為妳知道今天所有參加的藝人裡面 妳雖然是最沒自信的一個 然後就一直說自己跳得有多差 然後說自己像蜘蛛 可是妳今天獲得的分數很高耶 真的 對啊 謝謝老師 我真的很開心 而且坐在那邊藝人 郭彥甫一直以為他不是墊背的 沒有 他看好這次 我看到分數出來我一直在抖腳 為什麼妳會覺得 我現在怎麼跳應該都可以 其實我覺得今天真的 這組是很好的模式跟示範 我覺得就是真的要量身訂造 真的 是很好 有在暗風 你今天沒有被訂造到 對不對 沒有 我訂造他們 我們請劉甄老師 妳今天方便教她幾個性感的姿勢嗎 入門版的那個性感舞蹈 可以嗎 好 我們來學一個就是觸感 像女生啊 很多動作都是可以利用到 你的高低跟層次感 我們現在學一個觸感自己的動作 所以我們先這樣下來 然後用左手摸住自己的大腿 然後順著你的小腿的線條 然後到大腿 到臀部 老師 我增加兩個學生可不可以 另外兩位美女 有請好不好 這個最適合你們的舞蹈 你們三個是一個組合嘛 應該是一個組合才對的嘛 老師站中間教一下好了 好 那我們先做一個坐動作 所以坐著把你的重心往後放 這樣 對 然後左手摸住你的腳踝 對 然後順著你的腳踝上來 哇 多好看的畫面啊 對 然後呢還可以很爽 欸 妳好像還是有點硬喔 她的什麼大學生在這邊 再一遍 再一遍 我們一起做一遍 好 我們 那我們 OK 我們跟著音樂好了 來 5 6 7 8 哇 掌聲鼓勵一下 很適合美女最主角 對啊 其實我覺得 其實他們三個都是高挑型的美女 那我覺得女生呢 其實可以利用你身材上的一些優勢 然後像比如說 盡量把你的胸部 腰部臀部那個S曲線創造出來 就會讓你在跳舞的時候很性感又迷人 謝謝劉珍老師 謝謝 劉珍老師 謝謝 恭喜啦獲得40分的高分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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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表現超好的 超好的 成功挑戰自我的林洛雅 不只為Freaky Clowns 帶來40分的高分 這次表演也讓人感受到 她的認真與敬業態度 我真的非常的緊張 我不斷不斷在練習 我所有的時間 吃飯我是邊看著我的側牌邊吃 坐車我也在看 我連睡前 我完全睡不著 因為我腦中無限都是那些舞步 我是看著我的手機錄的那個側牌 然後邊看邊 走這樣睡著我不知道 我這幾天真的失眠 我每天 因為我很擔心因為我 然後拖累到他們 把他們的表現搭下來 所以我真的非常的緊張 這個時候要告訴大家一句話 心難不足 好 大家耶 完全就是這樣 耶 大成功 耶 接下來郭彥甫 將面臨演藝生涯的最大衝擊 真的還蠻沮喪的 滲透露甫 露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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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陷入低潮的郭彥甫 能夠順利完成演出嗎 接下來也是一個非常另類的組合 What ever be 要加郭彥甫 有請 請問一下小韓 你們今天是有特別為了彥甫做改變嗎 完全沒有 沒有嗎 完全沒有 我們在後面是快要內訌了 你之前有看過他們表演嗎 有啊有啊有啊 還有穿高跟的 我知道啊 我最記得他了 你幹嘛指著他 敵人一樣 就是他 小韓 就是他們的組長啊 對啊 因為 組長 你真的會 一開始就是知道是What ever be 你有嚇一跳嗎 嚇一跳我不知道怎麼配合耶 比較性感的那種 很性感 而且我覺得 這次編的舞 他們把我當作dancer一樣訓練耶 真的啊有跟你魔鬼訓練 沒有我剛才看了前幾組之後 我發現我真的是被當dancer訓練一樣 真的啊 所以你現在就是已經有那個專業的技巧了 那還不敢講 看你在得意的效果 還沒有 真的還沒有 你們等一下看了就知道了 後面還有幾組舞組嘛 我跳完你們信心會大增 真的 我請小韓講一下 提升老師等一下你們評他們三個就好了 好 你少囉嗦啦 這邊要組合小韓 知道是彥甫的時候 感覺是怎麼樣 就一開始會覺得 那時候抽到他的時候就 他們有在名單裡面 沒有 什麼態度 沒有就不知道他們會跳舞啊 後來呢 後來練的時候就覺得他好認真 對啊 因為 就是不讓我們休息一直在練 因為他自己把其他通告都推掉 沒有 我故意接得很滿 我不想去想這件事情 好 Whatever Be 跟郭彥甫 到底有怎麼樣的表現呢 我們掌聲歡迎 加油 接下來登場的是擅長性感舞風 以妖媚闖到武林大道的Whatever Be 郭彥甫在與他們合作之前 也預先做足功課了解舞團風格 在看到Whatever Be 大膽性感的風格後 他會有什麼反應呢 我想這其實也是不認真 是 對啊 不是說只有女生才是 他不怪我講話 我會以為是SHE耶 你還吵我 我不知道 我以前有看其他團體 但是我第一次看到那麼的 那麼性感 那麼妖嬌的一個團體 但是男生的性感 不是那種性感 瞭解合作舞團的舞風後 郭彥甫的舞馬程度又是如何呢 現在你來 就是 跳個姿勢給大家看 這個很大 讓他嚇一跳 郭彥甫剛超好 預備 1 2 3 4 2 2 3 4 對 我的舞蹈到這個階段 國小五年級吧 無名健康操 我覺得我今天最大的目標 跟最大的敬禮是林洛雅 面對舞蹈程度 只有國民健康操的郭彥甫 Whatever Be 在合作前戲 對他又有什麼驚人的想法呢 對 對 對 很多都會跳舞 沒有很多 兩分之八十會跳舞 我們跳舞 跳舞 有點不敢公文 我可以 對 對 你講實話 我覺得不可以 對於我們團隊的風格的話 是 真的幫助不大 只是說 讓就是 完全不協調的兩個 東西 然後鬥在一起 可以讓他稍微 儘量可以協調一點 對於抽到不會跳舞的郭彥甫 Whatever Be 陷入前所未有的苦惱 而體育學校出身的郭彥甫 與Whatever Be的第一次接觸 會擦出什麼令人驚豔的火花呢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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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要來 聽說語字 非常非常 我介紹大名 對 你也介紹大名 經過了一番的寒暈與討論 Whatever Be 為了讓重視形象的郭彥甫 更湧入團體 特地精心設計了 Whatever Be 特有的入團儀式 來歡迎他 就是 讓我每個女生裡面 穿不穿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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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皮膚那麼差 我皮膚都知道 這沒辦法 穿得這樣 他的皮膚也很差 沒有看見他 配到出蛋的 配到出蛋的褲子 這個 這套衣服 我剛才在看電視有沒有看到 對啊 為什麼穿蠻可以表現 不過我不會衝出來 我不會衝出來 我不會衝出來 我們在 對啊 對啊 好啦 他有穿上一次 穿上一點 我又沒有第一身 等一下他有穿那一身 你不要穿 你現在是 對你要穿 應該這次是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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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啊 你還可以找四個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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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我都被寫不穿 我本身覺得他很醜 其實 其實 其實剛剛說是不醜啦 是另外一個混搭的中國 但是如果要加上舞蹈的話 我就幫我 就聽到吧 你走 穿上瓦來VB 精心準備的衣服 讓郭彥甫極為不自在 但接下來更殘酷的考驗 才要登場 第一次看到你也不是舞蹈 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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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簡單的入團儀式後 Whatever be 立刻與郭彥甫 進行了第一階段的舞步練習 面對大膽性感舞風的Whatever be 他們將會編排出什麼前衛的舞步呢 而舞蹈基礎不紮實的郭彥甫 接下來將面臨生涯最大的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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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舞步頻頻出錯的郭彥甫 Whatever be也隨即簡化舞步 讓他能在短時間內更容易尋惠 經過一再的磨合練習後 團長小憨對於郭彥甫的狀況又有什麼擔心呢 但目前的進度來說我覺得有點可怕 真的有點可怕 對啊 因為其實我們跳的第一段是HIPHOP 然後HIPHOP是律動要比較多 然後其實它是 好像是體育系出生的嘛對不對 就體育系出生就是可能會律動 就是可能身體比較硬吧 對啊 然後又沒有學過跳 所以會比較 肢體會比較僵硬的 所以剛剛在學一些律動的東西的時候 就會有點KK的 其他團員對郭彥甫有什麼評價呢 跳得很好 直接在練 發現他很帥 快點 經過短暫休息後的他們 把握時間不間斷的熟記舞步 而對於動作頻頻出錯的郭彥甫來說 心理的壓力讓他信心盡失 甚至中段練習 我不知道是因為 不知道是因為 壓力很大關係還是 是因為自己心理障礙很大 沒那麼難的 我覺得我之前的學舞 我也覺得那麼難 但這次會覺得 會覺得精神比較 比較緊繃一點 然後激動作 然後變得很難 我回去會一直看影片 但是應該也是 跟以前的經驗是一樣 第二次來 就可以跟得上腳步跟他的天步 希望能跟上團員進度的他 在一旁看其他團員的練習 也一邊記著舞步 菜牌當天 郭彥甫能完全記住 舞步發揮應有的水準嗎 天天有命 就是能記多少記多少 就是放出來這樣子 對 緊張 忐忑不安的心情 會加油的 怎麼全忘光了奇怪 但是我覺得走位 好像有點怪怪的 就有點小小 沒有完全感 這樣 由於郭彥甫仍然無法熟記 每個舞步與動作 讓團員們也感到 相當的緊張 而小韓更利用彩排後的時間 繼續一起複習與調整 一直以為表現會 越來越好的郭彥甫 在此刻 信心幾乎完全瓦解 獨自練習的他 烈色越來越顯靈重與不安 在這樣的壓力下 郭彥甫竟然徹底崩潰 真的 真的沒有想像中簡單 明天就要上場了對不對 然後 今天還不是說真的 非常的OK到 八十分以上 之前有點太信心滿滿了 對啊 其實滿擔心的 我覺得我今天晚上應該是 不用睡覺 其實現在 真的還滿沮喪 對於此情無法跟上五步 郭彥甫甚至懊惱到想放棄 而面對這樣的情況 上場前 團員又帶著什麼心情呢 你來做什麼 我覺得呢 比較忠誠一點 完蛋的事情 好 不是這樣嗎 不是這樣嗎 好啦 她非常的認真 可是 可是 加油 烏焰火究竟能不能突破困境 而下段節目中 約瑋婷即將深陷地獄 痛不欲生 要吧 你亂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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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墓碑吧 究竟是什麼樣的地獄訓練 讓一尾雲竟然倒閉不起 是吧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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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ike that what you think about it i like that what you think about it i like that j mills call me the statue we're a wide hustler but i'm from the apple rose gold sit on my neck rose gold sit on my wrist i got shit on you and your bitch you better stop yeah i know dayin but they don't score me a dollar that i'm making plus i still walk in any club with my shoes out no security just me and a couple goons out quick 好 Light to break and do this People like and do this Please don't stop the seasons Please don't stop the music 郭彥甫 Whatever Be 我感覺你還蠻Enjoy的嘛 人是有頭顱 但身體好像沒有頭顱 你剛剛最後Ending Pose的表情 可以再給大家看一下 Ending Pose是這樣 對 你很享受嘛 對啊 因為我跟他們說 在台上無論如何 你們就要開心 你們就要開心 因為私底下他們真的太活潑了 剛剛這個組合 你們編排的時候 都是有沒有一些意見衝突啊 或譬如說 你很心想很性感 他就會阻止會不會 他原本說他要唱歌 然後我們在那邊伴舞 結果我就跟他想說 你想都別想 他們很難搞 真的 真是的 他說想都別想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怎麼這樣子 我是說不是完全不跳 就是比手畫腳一下嘛 對不對 那你幫我排一個 不用那麼的專業這樣 對啊 但是很特別的經驗啊 我學了很多我覺得 我覺得他完全頂貼我的角色 絕對為難的那種感覺吧 有人比你更為難了今天 不過彥甫剛剛跳舞啊 我們剛剛都忽略到他好像真的還蠻有一下子的 我們讓你單獨solo對不對 這是應戀的耶 單獨solo看看 給你一個節奏 給你一個節奏 厲害厲害 有了 只這樣沒有 這樣 拉拉隊的 拉拉隊 可以了啦 可以了啦 下次我再報名好不好 不錯 剛剛那個結合是 滿有另外一個那種風趣的感覺 郭彥甫你很有勇氣耶 你跳槍你敢來參加這個節目 你們才有勇氣敢找我咧 你也敢來喔 你們比我有勇氣耶 好勇氣 我聽到這通告會不會是 欸是不是 我應該是唱歌是星光找我咧 我本來想建議唱歌再來跳舞 我沒想到先來跳舞 好我會直接請 比利姐他們 這組怎麼樣 我跟你講太好笑了 而且讓我們很開心 而且彥甫不只有勇氣來參加 他是有原則 有堅持的原則 他一路錯到底耶 我跟你講 他拍子是拍子 人是人喔 怎麼會這樣好厲害耶 比利姐 你講這句話完蛋了 因為他們說誰跳錯誰就要被怎麼樣 阿魯巴 阿魯巴 他自己跟我們打賭 但是我們現在還在 還在想說強是誰 可能就你跟戲有兩個猜拳 現在在學校和軍中 已經禁止完這種 Alex 如何 我覺得WhateverBe很聰明 他們給我感覺就是 一個很有團體的 很有個性的團體 很有自信的團體 那他們知道什麼時候要用力 什麼時候可以放鬆 然後去享受 今天明明知道就是 不用淘汰了嘛 所以就完全放鬆啦 玩得很開心 只是放棄了幾萬塊而已 對 已經奠定沒有辦法拿到四萬就對了 不過確實剛剛講到重點 之前他們壓力真大 今天聽到不用淘汰 哇 你們今天這種心情來參賽才對的啊 放鬆很多啦 你們之前在後面的時候 每個人 因為三十秒每次都是他們嘛 他們就 就是你知道 在別的組跳之前 我就默默用眼角看到他們那一組 超陰沉 今天你們三個就開心起來了嘛 這一次很放鬆 可是其實 之前不是放鬆啦 是抽到他的時候 是放棄了這樣子 沒有這樣很不喜歡他 就 沒什麼很好講了這樣子 完全就沒有信心 對 那這次就是好好的玩這樣 好好的玩這樣 請問聖峰老師 你覺得那個彥甫有害到他們嗎 聖峰老師你叫過我跳舞 你覺得有進步嗎 有啦 有進步啦 比當初的時候 不過我剛剛 滿江湖的喔 剛剛的 有啦 有進步啦 不過我剛剛特別 我那個視線指到這邊 我跳過那個部分 跳過藍色那一塊 就是另屏就對了 個案處理 對 其實 我剛剛看到他們一開始跳的 有心感覺喔 然後 可是我想說 這樣會不會讓觀眾很失望 他們想要看到畫得比 不是這樣子 可是後來 他們回到那個感覺 那處理得不錯 只是建議 好像你應該把彥甫 放在你的 你們的後方 就是你們 站在前面讓他可以瞄 前半步的時候 這樣他才可以跟得上你們的朋友 來看一下到底給過的幾分 這一座 請給分 總分夾起來是 30分 謝謝老師 我跟你講 差1分 你們又要30秒 你們又要淘汰 對 博貞老師 5分的原因是 其實啊 我覺得當你不能整齊的時候 你不如就不要整齊 就是說呢 三位是一起的 然後我覺得彥甫啊 因為其實我還滿喜歡 你們第二段的耶 因為第二段就感覺上 有你們原來團體的特色 然後彥甫進來 他有表現到 所以我覺得 我建議是 一開始你們穿這樣的服裝 搞不好第二段 你可以把外面的T恤脫掉 裡面還是原來的自己 然後就讓彥甫的特色 可以比較突出 所以我覺得 其實還是編排上的問題 那我覺得舞蹈本身是OK的 就是編排上 好像硬性要他整齊 可是你知道 我就余光會覺得 這邊一直有一個 一直有一個身影性 不整齊的 感覺好像 學徒故要站很近這樣子 對 就馬上靠近 對 就覺得好像 這邊就是會比較可惜 謝謝 謝謝 謝謝YVERBE 謝謝YVERBE 讓我 有些是 雖因動作不夠熟練 而使表演無法完美出現 但最終能順利完成演出 也使WOLEEVERBE 與郭彥甫 放下了心中的大石頭 我們有30分 我們有30分 我們有淘汰了 我不用淘汰敢演 我覺得 最近跟他們合作的經驗 我覺得很特別 然後今天謝謝他們 雖然說 對我來說有點小困 但是很感激 下次有機會還是要找我們 下次有機會還是要找我們 跳舞 我真的覺得 很舒服 然後感覺 就像他說 不是重點 他今天可以全裸 而且睡得很好 不會太起來幾個部位 WOLEEVERBE 出位 接下來即將登場的是 殺氣十足的團體 絕具影色舞團 這次他們將要合作的對象 是同樣來自高雄的 星光爾班舞后葉瑋婷 對於本次將與絕具影色舞團 合作的葉瑋婷 在練舞前的心情 可是十分複雜 其實一開始知道 所以有一點 有一點挫 有一點怕 因為知道 他們是專業的舞者 專業的舞蹈老師 所以我覺得 有很糟的感覺 有多重要 對 有多緊張 這麼緊張 對嗎 就算緊張就對了 我希望我可以幫到他們 就在此時 絕具影色舞團 也抵達了舞蹈教室 經過熱絡的自我介紹後 葉瑋婷卻不知 接下來要面對的 卻是進入演藝圈以來 最艱苦的地獄舞蹈特訓 第一階段 要進行的就是 難度指數相當高的暖身練習 好 到腳了 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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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鐘 三個 五分鐘後 葉瑋婷即將發生更令人 慘不忍睹的狀況 三個 五分鐘後 葉瑋婷即將發生更令人 五分鐘 我不敢笑 我都要小心 來來來 我都要小心 你到底要怎麼樣 郭婕姊說清楚 所以這樣為什麼要不要亂 還是高分的唱歌 一連串嚴厲的短聲 讓葉瑋婷平平腳軟 更讓她認清了接下來的測訊 將是一段艱辛的旅程 那次熱身就是我媽 那種舞蹈動作應該是更的 不是應該確定已經是更難的 今天來舞也是 跟妳原生另外一個禮程碑 是墓碑吧 可是我要加油 因為我只能幫他們 都不能害到他們 經過暖身後 正式的嚴苛考驗才要開始 因為絕具的舞風 一向也快 狠準聞名 面對他們嚴厲的舞蹈訓練 葉瑋婷能不能跟得上進度呢 一、二、三 一、二、三 不行了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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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常做一個動作 就是在地上飛 一、二、三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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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做回報反照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綠綠挑戰失敗的葉瑋婷 雖不放棄地繼續練習 但笑容早已不見 取而代之的是緊鋒與沉重的心情 對於始終無法達到標準動作的葉瑋婷 此刻的她對於自己的肢體漸漸失去信心 看在絕拒團員們的眼裡也感到十分的不捨 我現在很緊張 對 真的真的 就我們好像編得太難了 嗯 有一點了 所以可能很多技巧的東西 沒有辦法這麼快就可以學好 反正她一整個快哭了很煩惱 我跟著快哭了出來可只有想笑 沒有啦 看她很用心 她可以了啦 我相信她可以 你看她現在 你看她現在 偷偷來練 她不休息 她表情呢 一副不認輸的樣子 經過一天的練習後 葉瑋婷的認真與不安 讓絕拒影色舞團的團員們 對她也感到相當的歉意與心疼 此時 他們為了讓葉瑋婷放鬆心情 竟放出她在星光二班一戰成名的音樂 希望藉此能令小葉 找回跳舞的快樂心情 一副不時 三雲 加油 3 2 3 2 3 3 听到熟悉的音乐 不但是叶韦婷再次展现活力 放松肢体 也思考令她重拾对跳舞的信心 但经过放松后 回到表演的比赛时 叶韦婷也用更认真的心态 面对即将到来的困难与挑战 十四个人对我来说算是一个 另一个比完星光之后的一个 就有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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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挑战 有缩折 但是 我觉得很会跳舞的人 一定不是一天两天 就可以练成这样的人 一定是经过一个巧克力就终了 加油 经过第一天的练习后 紧接着第二天的集训 也就此展开 但是此时全身贴满 酸痛贴布的叶伟婷 仍然不知道在前方等待她的 是比前一天 更需投入体力 耐力及精神的舞蹈练习 过着沉重的脚步进入教室 接下来练舞节的暖身 也让叶伟婷酸痛不堪的身体 更加疼痛 而随即将搭上音乐的舞步 更让叶伟婷的生理和心理 面临极大的考验 到了彩排当天 叶伟婷与绝聚影色舞团 各个面色凝重地进行彩排 但由于时间紧迫 加上叶伟婷仍对舞步稍感不熟 让他们在彩排的过程中 必须无时无刻地调整动作与位置 而此时绝聚影色与叶伟婷 又将面临另一项突发状况 在台湾就觉得场地 没有我们练习就这么大 所以就还蛮K的 可是旁边的地方 我们有时候都会撞到 而且就是跟小叶就是 上个礼拜练 然后这礼拜就完全没有练 那今天又是就是重新再来 就是觉得有点胜疏 由于必须重新适应舞台 并找回对于舞步的熟悉感 叶伟婷与绝聚影色舞团 只能利用谨慎的时间 在后台紧锣密鼓的练习 丝毫不敢松懈 就怕在正式比赛有状况发生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彩排过后的叶伟婷仍然不敢休息 独自一人躲到道具间 复习每一个舞步与动作 从不轻言放弃的星光二班舞后 叶伟婷是否能发挥 她在星光二班的拼斗精神 与绝聚影色舞团呈现出 最终的完美演出呢 陈汉典与台湾龙卷风即将登场 充满娱乐性看得非常开心 太好笑了 而且让我们很开心 接下来千万别错过 陈汉典与台湾龙卷风的精彩演出 在这一会儿我要带来一连串 就是你精彩让你拍下 叫绝的一连串的 Oh my God Oh my God 非常驚喜 驚喜 我只能说 Oh my God 各位我请你发着手 准备好准备 让你们的大声过来 It's too close But still too far Follow your inner guide Show us who you are For all In this 7 i know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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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you i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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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